这又是一场人工智能的大战 出自2019年第二届至尊旋风杯软剑比赛 红方叫天命至齐 黑方叫锐剑 其实这个软剑的比赛 和齐概率还是挺大的 四郎的脾气你们也知道 除了非常重要的比赛 和齐一般我是不会讲的 这一盘也不例外 是分胜负的 第一步天命走四脚炮 锐剑中炮 红方上马 黑方上马 红方反攻马 这里咱们要知道 红方没法对聚 换完黑方可以抢空头 红方这里迅速调整阵型 把反攻马变成过攻炮 黑方要是充足 红方就拱掉 黑方捉马的话 可以往这崩 没法平局来捉 如果放这 那就往这跳 还能踩中炮 中兵始终是有根的 咱们看一下本局的变化 这里黑方变招了 先出局 红方再出局 黑方浸泡了 不合适 这里他是补相 黑方进局要捉死马 红方捕事 气掉 这电脑不弃子 不会下棋了 当时黑方没有捉马 红方确实有些手段 他可以浸泡到这里 黑方吃马 红方平炮 可以倒打黑方的小足啊 黑方的局呢 平着走没有点 你要是退的话 红方一打 底下就没了 这棋容易崩啊 比较好的是马回窝心 不让打足 那就先出局 黑方退局 红方过河 总体来说 红方这个棋还是成立的 这里红方不是 黑方没有捉死马 他是进炮打中兵 红方平炮对局 黑方吃局 红方踩掉 黑方再架中炮 红方平炮 要向前冲兵 对手飞边向 这时候红方把炮踩掉 黑方打过来 红方也翻过去 下一招 黑方回马 应该是要往中间跳 踩红方的炮 那就先踩 黑方这个 这里一逃 红方再来个平炮打足 黑方踩炮 红方躲 这里黑方就补个室 红方平局 这是要冲兵了 黑方跳马 红方拱兵 黑方再跳 红方过河 黑方吓得也挺暴力的 这时候他进局过河 他是想平局捉马 但是红方先来个平平打马 这一期他就不能对着干 因为黑方的底向有隐患 红方打马 黑方吃马 红方进局一抓 如果补向 红方就平炮在下底 要是说向不动 而跳马的话 那红方就平炮打底向 你就飞到中间 红方也是用局来砍 下底门工啊 明显是干不过红方的 所以红方打马的时候 黑方只能逃 他往这儿蹦 想换炮 红方提起来 往下黑方踩兵 红方冲锋 黑方把兵吃了 红方平炮 黑方火力全开 跳马这中足也不要了 那红方就得着 这里黑方马就不动了 而冲边足 他是防止红方这马上去 红方平炮打锯 黑方躲锯 红方下底 下一招很有可能 他会浸炮打锯啊 躲锯又吃马 躲马就砍底向 这是红方的手段 那黑方就走了一个 更狠的 往这儿跳 现在红方的炮 没法动了 黑方可以强踩中向 这其实很凶的 虽然说红方这个炮不动 黑方踩不了 但是红方耗不起 如果说你平了 比如啥的 那黑方就退炮 他可以往左跳 那些还了的吗 红方电脑计算过后啊 选择给马跳到中间 那黑方动手了 马踩中向 红方吃马 黑方用炮打向 那他为什么不用马来踩呢 那是因为红方中间这个马 可以捣乱 你没有杀骑 红方完全可以不理 他可以砍底下 黑方卧槽 红方出老帅 红方这个马如果没动 黑方平局都完事了 但是现在红方就多出两招棋 一个是平炮来挡 一个是网制跳来塞 黑方都是占不到便宜的 这就是为什么 黑方不用马来踩中向的原因呢 当时用炮来打 而马不动 红方出老帅 黑方退炮打兵 下招红方跳马 好像有踩霜了起 黑方没管 尽足过河 要是真踩霜 黑方就跳马将 上老帅顽强啊 黑方平局将 红方电炮 黑方吃马 红方砍底将 最后走一招平局 不管抽啥 黑方都是电 双方都有攻势 这里红方跳马 黑方充足 红方没有踩霜 他走了一招平炮 如果再往这跳 黑方可就没法打僵了 红方可以用炮翻回来 就是这么个意思 而且站在这 黑方也不敢吃烧子啊 赶快想其他办法 往这崩 一定要看仔细了 红方的中势不能动啊 如果黑方照头一僵 红方只能回去 卧槽就死了 红方用居防守 那黑方就不硬来了 往回跳 大家看一下这个造型 红方的鞠很危险 黑方如果平炮一打 这个鞠都不敢躲 闪开黑方鞠下敌死了 二楼是马脚吗 或者说 黑方下敌将军 红方上老帅 再平鞠 红方这鞠也是半死不活 好了 该讲的都讲了 咱们看一下实战啊 红方这里走 跳马叫杀 卧槽马配合鞠嘛 同时还挡住了 黑方的炮 黑方先来个称式解杀 红方平炮一僵 黑方外将 红方回马打鞠 没死 黑方可以平足来挡 红方回马踩刷 黑方用足狗马 红方上马踩炮 黑方下底将军 红方上拽 然后往左平一步 要吃红方的此剧 四郎掐指一算 这局阵亡了 首先称式来保 黑方就打一僵 红方回底线 黑方踩炮又是一僵 这不就没了吗 如果上老帅 黑方就往这跳一僵 不管是顶 还是夺老帅 红方的剧都没了 确实保不住了 不过红方早已算到 此时他跳马一僵 黑方上将 然后用鞠砍马 黑方坐掉 接着再来一个退炮 黑方打僵 红方捕势 然后退鞠抓炮 红方退到底线 残局炮回家吗 黑方这边没法捉马是吧 他得退一步 红方回马踩鞠 不敢这样捉 红方平方一打就完了 他只能这样走 红方打僵 黑方躲僵 跳马在僵 黑方上将 这是最顽强的 红方跳马 要平炮一僵 黑方不能这样捉 因为红方会捕势 吃马鞠就没了 这里黑方是落实 多一条生路 红方平炮 瞄准老帅 这是个准备工作 一旦黑方老将来到右侧 红方就可以把老帅回中 对手的鞠就危险了 这里黑方是平局捉马 红方落实 不敢吃啊 平炮打死鞠了 黑方是平足 红方打鞠 黑方垫 红方称是在打 黑方平足 这是最顽强的 红方退老帅给炮生根 黑方进阻 红方称是打鞠 黑方用阻来挡 红方退炮 这个棋如果现在黑方躲鞠死得更快 黑方计算过后直接给马吃了 那红方就称是打死鞠 这个棋反正不是快就是惨 黑方走弦 红方打鞠 黑方躲降 红方冲兵 还没投降 黑方落向 红方进兵 黑方退降 平兵 飞向 进炮 称是 红方落实 黑方平足 红方平炮 黑方飞向 红方退炮 对手冲足已经封了 红方过河 黑方落实 红方进炮 再落实 红方重炮打足 被拉住了没法平啊 送死 红方吃掉 黑方上市 红方平兵 黑方退降 红方平炮 黑方称势 红方打江 黑方躲降 一招 逼逼 黑方最后投降了 只是真能坚持啊 这从弃军的一刻 就算到后面的变化了 人工智能的棋力相当可怕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啊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